一人米可白家中经营糕饼店 过年期间他也完全没闲着 天天都在彰化店里帮忙照顾生意 也不时在脸书开直播跟粉丝互动 他即将结束假期返回台北 6日最后一次在店里开直播 没想到看到粉丝问起爷爷的近况 令他一下子憋不住 在镜头前难过泪崩 直播中 米可白原本热情的在念粉丝留言 突然看见有人问爷爷呢 瞬间沉默好几秒钟 接着无奈地一笑 哇 你说到爷爷 害我眼眶就红了 他这才含泪透露 103岁的爷爷日前起床后想去厕所 味料没站稳摔倒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 连除夕夜都无法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 米可白越说越难过 哭着表示我一直不想要去想这件事情 但还是难免触景伤情 今年吃年夜饭看到餐桌上有活跳墙 想起之前爷爷开心吃着芋头的模样 就忍不住又赶伤起来 因为爷爷不在 他坦言今年甚至不太想吃年夜饭 觉得餐桌上少了爷爷就很不对劲 一顿饭吃得有些难过 不过 米可白透露爷爷生命迹象稳定 只是因为年纪大了 现在还在加护病房插管治疗 家人也都无法去探视 粉丝见他流泪都很不舍 纷纷心疼安慰米可白加油 爷爷会平安康复的 老天爷会眷顾爷爷的 祝福爷爷早日恢复健康平安 爷爷早日康复 同志倌